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外交部还没有发出相关于脑鲁和中国建交 同台湾地区断交的这个消息 那么我想这个消息会很快的澳大利亚会有一个声明出来 因为澳大利亚跟脑鲁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实际上这种风声在去年的第52届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上 实际上有一点风声 这个脑鲁想跟台湾断交 因为很多原因吧 主要还是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 因为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小 而且他受到气候变化压力比较大 他也是属于气候变化一个难民国 但是呢 从目前的这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来看 脑鲁同澳大利亚 同这个中国复交 那么有没有复交 我们现在还没有确认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没有看见这个这方面的确切的消息 从澳大利亚的外交部的这官方网站上面来看 那么如果说这个事是真的话 那澳大利亚来说是个 对澳大利亚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事情 因为脑鲁在太平洋岛国当中 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悠久 尤其是脑鲁同美国之间的关系 和澳大利亚 尤其是脑鲁和美国是有军事联防协议 这样一个国家 一个岛国 那么所以说这澳大利亚 也是在作为太平洋岛国当中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军事强国吧 所以说在军事联盟上面 这方面从这个地缘政治的安全角度来考虑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 可能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太平洋岛国一共大概将近18个岛国 实际上14个岛国是中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建立外交关系的 那么现在如果说出现这样一种作举 尤其是在这个时刻发生 是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战略意义的 没错 在台湾选后宣布断交 这个时机点上也值得关注 非常谢谢海英在澳大利现场的观察 那么更多相关话题和分析呢 我要请教的是台湾的时事评议员 赖苑千教授 进一步帮大家来分析他的看法 赖先生你好 太平洋岛国脑鲁政府宣布呢 和台湾方面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 认为这是否会进一步引发所谓的骨牌效应呢 我觉得会 因为这是一次的提醒 也就是对于台独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反应 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的话 那这个代表美国跟澳大利亚的严重的挫败 当然对于台独来说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全面的警讯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大陆这边对于这个赖金德台独 要继续主政台湾的话 那在各方面可能会多管旗下 那在多管旗下里面 这一次就在选后 赖金德宣布当选的时候 脑鲁宣布跟台湾断绝关系 这就是一个外交上的情形 这个情形一定是美国跟澳大利亚措手不及 换言之也就是说 美国跟澳大利亚的政治情报 出现了重大的漏洞 重大的疏漏 因为我们都知道 脑鲁跟澳大利亚纽西兰的关系 间接的就是跟美国的关系 那如此的深厚的话 那他们也都完全不知情 也都是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代表美国跟澳大利亚 对于脑鲁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 衰败的情况是会加速 那也就会产生你所谓的骨牌效应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对于台独的游历的反击 这个反击就会呈现出几个讯号 也就是说对于台湾的有涉及 这些政治关系的国家 中国大陆在这边就会卯足全力 就该争取的就会争取过来 那这个情形下 很明显的台独会在其他的地方 会更加孤立 我觉得除了这个外交的战场以外 在经济这个部分里面 大陆会透过WTO跟AQFA 更要求对等 如果台湾不给予大陆同样的对等待遇的话 那很有可能在经济 在这个闹业这个部分里面 也会施以反制 那当然在军事的训练这个部分里面 在台湾周围的军事训练的活动 将会强度跟力度 应该可能会更加的强化 而这个就是一种全方位的 一个对台的一个作为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融合 融合就是在当台湾的 遗伤环境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它移到福建 或是移到其他的地方 那甚至有更多的这些 专有技术的民众开始往外移动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它很有可能就在这四年内 陆陆续续的都会推动出来 你刚刚也提到呢 这个时机点呢 选在台湾的选后 这是民党胜出呢 脑鲁政府宣布了断交 认为这是否已突出一种警告信号呢 賴教授你如何分析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台独发出宣战 我觉得这个态势很明显 也就是说今天既然是 台湾的40%的民众选择 那耐心得 那耐心得是独派的标志很明确 你看连拜登在第一时间都说 我们不支持台独 怎么会听到说耐心得当选 然后拜登的反应是不支持台独 这代表耐心得跟台独基本上是划上等号 而拜登能不能有力地控制台独在台湾的发展 我觉得大陆也没有信心 那对于大陆来说也不需要美国来管 所以大陆自己本身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当然你要台独在台湾的话 那他的这个政策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少 好我们非常谢谢蓝月天教授 在台北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这一次脑主政府在台湾选后宣布和台湾方面宣布断交 也是对民进党政府和台独分裂势力 所释放出的一种警告信号 感谢大家收看 跟着消息锁定我们的下一节新闻